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1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政府从民国107年 明文规定禁止露天燃烧,也重罚焚烧废弃稻草的农民 霍连南区大米仓的乡镇农民也配合 然而受到极端气候的冲击以及农地病害防治用药食用率增加 农民叫苦连天,而获知台东因病害开放焚烧稻草后 也向县议会陈勤,怒呛县政府禁烧稻草是本末导致的作为 107年,政府明定禁止也重罚焚烧稻草的农耕行为 霍连南区大米仓的乡镇农民不认同却长期被迫承受下 现在大炸裂,向县议会陈勤表达对这项规定的不满 我已经听不下400次你们的这种报告 政府要我们农药十年检犯 你叫我们不能烧稻草,草药呢? 所有的病重派呢? 也就是稻草,才大概四顿到五顿而已 如果能烧出九顿的额外瓦炭来 这打破这个营养毕业定额 可以继申请六倍额奖 我如果说这个领略能够成立的话 可以继申请那被我讲 不可能的事情 他只有四顿五顿的稻草 我们会烧出九顿的额外瓦炭 所以我在质疑这个素质 是有点错误的 我们的素质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本烧稻草 让病毒要减少 刚才讲素质有好有坏 我们也不需要一直在喷炸草荣药 让我们食安才能够去实施 所以说,是不是简单的就是硬规范 让我们看每年的七月到八月 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一年就有粉刀一次啊 不是常年在粉烧呢 粉烧稻草的禁令实施第六年 农政单位也提供替代补足措施 然而多数在地线操作的农民是痛批反倒 并害仿制用药使用率增加 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破坏 农民是较苦连天 是到农村影响环境 但是影响环境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农药 北人喷农药 比如在水面上 到虚拟影响环境 影响生态 这是最有种好笑的 你们会注意到 就是我们沙到草的话 我们可以把给你来的 那些草或冰醋还是去杀掉 我们可以去找粉草药 我们的法力来压制农民是不对的 而且所有的法力 包括中央的法力 不能提出宪法 宪法叫保障人物 结果你用法力来伤害人物 这我自己不太能接受 农民获之临近台东县 因病害开放焚烧稻草后 也存情建议能有条件开放焚烧稻草 培植地利 防殖病虫害 也能减少用药 维护土地 农民 以及消费者的安全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 其实从这个程序上来 是有可能的 跟议员报告 以刚刚几个长官在讲的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程序 可以去推动的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努力的 不是告诉中央说 你的这个政策是错的 因为它很难告诉你 你这里可以烧 因为不能烧 但是它可以告诉你 你这里因为什么原因 不得不少了 好吧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 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政府明定焚烧稻草的禁令 要农民如何在兼顾农业生产 又要顾及空气品质兼两难 现场农民齐心一致地认为 焚烧稻草是利多于弊 也要求县政府 以及中央相关单位 能够有条件来开放农民 焚烧稻草 以老祖宗流传千年 最原始自然的方式 来守护大地 记者十一玉兰玉立镇采访报导